那有十二朋友们问说 我们在各种工作面试当中 第一个看的就是学历 毕竟社会的看法还没有那么开放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学历就是能力 这样的话不上大学还是一种解决方法吗 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 都依照着社会给人的人生阶段走 大多数人都没有正为这样子的勇气 可能因为睡得比较不够 好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社会给的人生阶段 那个就是一个参考而已 绝大部分的人 其实你不可能就是从头到尾 就是从登入到登出 都按照社会给的剧本走来 大部分人会到某一个时间点上面 然后他说他找到他的志业 或者是说他这个决定开始为自己这个生活 或者什么之类 就是大部分人会有这样子一个时间点 那这个时间点当然运气好的话 它发生在比较早的时候 那但是就算发生在比较不好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中年危机罢了 他还是可以就是 现在大家平均余命都很长 所以还是可以有很完整的 可能二三十年的事情 的时间来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看那个点 怎么样子碰到而已 那我觉得在大部分的 尤其在台湾 大部分会把大学看作是一个 很舒服的 就是你在这边 不管是你试着创业 那如果失败了 那也不叫失败嘛 那就写一篇论文嘛 或者是说你如果在这边做一些什么社区服务 最后真的没有帮到社区 但没有关系嘛 因为就是高教生根嘛 这个USR给学弟没当经验什么之类 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容错最大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并不是反对在大学里面去进行这些活动 我了解大学是容错最大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活动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活动 就进入大学的话 那我会觉得说有一点可惜这个容错的空间 因为它本来可以就是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然后去试着怎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碰到足够的社会资源 让就是你跟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进来的时候脑里完全没有特别想要什么 那到最后就是只能拿到一个学位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并没有你很强的passion去说 或者不一定是passion 有些人是curiosity 去说那我碰到了这个之后 我愿意投入时间在这个上面去试一试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的整个point就是说 不是说不要上大学 而是说不要什么都不带着就进入大学 是先去找到一个在心里 有点像是萌芽中的那种research question 就是像我刚刚讲到为什么隔着网路 大家一下就彼此相信彼此不相信 那你如果能够很简短的用一句话 讲出哪些题目你觉得你需要这个学术社群的支援 那我觉得在大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也不一定要透过不上大学的方法来解决 但是如果你到就是高三毕业的时候 还没有在脑里面有这样子的探索的话 那确实真的可以考虑就是先花一两年的时间 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一件事情吗 那找到了之后你再进入大学的话 虽然乍看之下好像了浪费一两年的时间 但是其实你在大学里面才能真的很充分的来运用大学的资源 我自己碰到很多他不管是转系 或者是说他一下子没有进入大学 他先准备给一两年的朋友 大概都目前没有人跟我说 他是他觉得浪费时间的 所以我只是说这是一个选项 不是说你非得怎么样不可 我了解现在高中生还不是18岁就成年 还有一点点时间才会变成成年